全球馬不準備 妥當第十場二班千六米的賽事 大二妹一號馬無敵飛龍 二十七元 準備 好 開閘時 偶禎輝煌不太出閘 現在在包尾的位置很慢 前面快的馬 見到中間歡樂小子 入面小米粥 內蘭怪獸加獎 中間加州騰龍 在外面還有太陽起起 跟著第六位中檔白衫背連利 內蘭橙衫紫色眼罩 有幸運歡笑 在外面 藍衣藍帽 無敵飛龍鴉三頭 有遮擋 在後面四隻 有大鴻圖 人民武士 後面三匹馬 勝飛 輕利多 搖搖到口 就是那隻牛精輝煌 跑到對面直路尾過 一千米斷柱 前面小米粥自己放 跟著第二位的馬 歡樂小子 內蘭第三 還有怪獸家長 中間第四位 有加州騰龍 外面第五位 就是太陽起起 內蘭第六 還有幸運歡笑 走到邁利爾達 藍衣藍帽 就是大掩毛 無敵飛龍 跟著第七 再鎖後面的馬 大鴻圖 白衣紅帽 背連利 後一點的馬 先有勝飛藍衣 外面人民武士 連後兩匹馬 輕利多 灰馬 包到尾 仍然是牛精輝煌 入正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還是小米粥 中間歡樂小子追他 中間怪獸家長 中間太陽起起 外面無敵飛龍 蓋上來 一邊壓住 加州騰龍 內蘭上來 還有一隻大鴻圖 鬥到最後八多米 透出的馬 就是外面無敵飛龍 入面小米粥 圓蘭追上來 有大鴻圖 好厲害 中間怪獸家長 大鴻圖包起來 第二名要拍照 有無敵飛龍 中間夾著橙衣 就是怪獸家長 結果這隻大鴻圖 一直在較被動的位置 沿著內蘭 撲上來的勢力很厲害 第二名 無敵飛龍 一邊壓住小米粥 中間夾著橙衣 怪獸家長 無思議高東尼 吃回美虎 大鴻圖 無敵飛龍 無敵飛龍有沒有第二呢 都真的要跟怪獸家長拍照 考慮四 就是羅里亞的小米粥 這條Q林尾有二十六倍 如果可以拍到的話 一打八 八六一獨贏是十六倍 一出即勝二班千六 轉了去高東尼馬房 不是很久 只是指的 結果拍到平頭第二 一和十三 無敵飛龍和怪獸家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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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都要爆一爆 跑第一名 就是這隻八號馬的大鴻圖 獨形派一百六十八個半 為之三十九 第二名 兩匹 一號的無敵飛龍為之 十五 第二名 另外一匹的十三個怪獸家長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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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號搭八號 一號搭八號 就派一百三十四 如果八號搭十三號 就派三百九十九 至於三門賽在計 先看單T 一八十三 就派五百六十九 三門賽都有 如果是八號一號十三號 就派二千六百二十九 如果是八號十三號一號 就派三千三百一十三 還有為之 一號搭八號 就派九十七 八號搭十三號 就派二百零六 一搭十三便派四十六 已贏到這場 真的有機會可以趕到尾班車 有的 現在八十八分贏這場九十幾 還可以趕到尾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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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我們香港賽馬會的網頁 國網上有我們的網站 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賽事資料 最後的派賽 賽過 全部都看到 都有一段時間沒有贏馬 潘先生 一出即勝 又七十五萬 優異成績特別獎金 一出就贏二班 最重要是趕到 還看到欺客 還可以趕到尾班車 楊壽成先生 也有馬場 對 蕭健 看看接下來打給 會不會找到 毛詩爾幫忙 當然要先說 立即拿著 好了 組合讀贏三選一 我們是A3 其他冷門派 三十四元 少少 看到沒有詩爾 他的爆發力 和我們羊羊直播看的 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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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場只是1,600 但會不會 如果你說打給 這場就是贏 洪祖航先生 那隻馬 看看他打給 他殺下了 莫雷拉 終於令莫雷拉斷攬 只剩下一個平頭 兩隻第二都緊緊輸 楊榮秋秋和這隻無敵飛龍 那隻就不 但這隻就很明顯 被人在那邊偷了 都沒得說 差了13磅 最終是背著133磅 即是1號 那隻轉彎 楊榮秋秋秋 楊榮秋秋秋 不過都很準 你看到那些飛 8號膽 是拖幾隻實力馬 那些人算不到 但他算到人 好了 等四連環 1483 2835 四同彩會有兩範 因為是平頭第二的關係 8134 那一範是30743 如果是8號 13號 1號 4號 這範是45542 2元 騎斯王 預計賽果 田丹的29分封王 這個平頭第二 值錢 我都不知道 不過先出席 因為真的不夠猴 一理 對他來說 剛剛好像 起錶 真的起錶 很早期 2,400 對 對 英王佐治五世禁 哪有2,400 臨場一看 小小 薄薄的 一點都不起眼 這些 典型歐洲 對 還要是好菜 即根據 不是平平凡凡凡 那些歐洲款 馬又不起眼 你看他朝早 那些玩來 玩得多厲害 那些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新 集中又不集中 其實他新的 那些個性 大家 好像浩然 那些看馬 就是看他在落場跑的走勢 那些走勢 平時的個性是怎樣 我們今年 現在的離組 就可以知道 我們直播 英王佐治五世禁 他跟什麼 贏大不裂瘋感 赤兔寶區 一樣都這麼狂 不過一隻就捱內 他就捱外 他是喜歡這樣的 來到香港 有些相同命運 結果赤兔寶區 又在內蘭 找到位置上 這些大紅徒 又是這樣 他是拿去的 他是拿去的 有依靠 他在內蘭找到位置 鑽上來 這兩隻馬 不知道 現在 前面有一棵牆 快點出去 去量一量 無私要 轉進去 不要搞二集網 出不去 有就是有 有就是我西街 真是有 他就看到後門虎少 沒有了 他立刻放了 一下子的決定 要很快 結果做對的決定 如果出去外檔 就跟了蒙迪飛龍 你過不了頭的分鐘 很開心 獎勵這隻馬 這件賽 看來有打比馬 因為他是 步爭打比 如果這場馬之前 他大約在第十六十七之間 贏過這場過九十分 應該有 九十分就很有機會 看看其他馬 無敵飛龍 都吃著那個小子 他來香港之前 都是跑關一里的 根本是一里起家 沒辦法 你遇到那隻 可能有很多分在手 其實今天手風不順 對 沒有贏馬 變成今天 長勝紀錄中止 這場停頭第二 分斷時間 頭段24秒84 第二段23秒4 第三段23秒07 末段23秒12 總時間1分34秒43 拍過第二名 有些奇怪 看來就以為 他跟小米洲 無敵飛龍 拍第二 結果原來怪獸家長 中間放了一個嘴上來 就平頭第二 原來是這樣 非得密 莫黎拉 還是天氣冷一點 有什麼原因 這也不關事 長路有盡時 不過都很厲害 應該是今季年贏了43次賽事 其實如果我查回幾個 他之前不是連勝幾路 因為停賽 其實他有上陣的香港賽事 他沒有贏馬 應該是去年四月的事 很久了 整年都來頭 不要緊 明天排位 可能是星期三 又贏了也不行 這場下排到四名 小米洲 其實他都 果然是 除了榜利 不要搞那麼多 什麼都不要搞 今天是奔放一點 罵得走起來 都順一點 但究竟是擺錢 還是繼續擺錢好 還是留後 我都不敢說 很難說 暫時來說 擺錢要順一點 反覆試過 成績最好就是擺錢 其他馬就沒什麼特別 剛才說了 莫雷拉結果今天就沒有馬贏 其實C王方面就不是他 結果是7號的田泰安 拿到29分 是因為平頭 如果不是梁家俊贏 因為怪獸加獎 對 第一號Mati 派29547元 第二號Mati派1979元 第三號Mati派49376元 三天派2969448元 三天安慰獎派15891元 三寶派5號12號8號 派29131元 安慰獎方面 如果是美國人1號派646元 美國人13號派1035元 六環彩派26988元 六寶獎派95254元